云豹集团 赖敬林 就是赖品鱼的爸爸 是2017年的时候 就去当董事长 那 那个时候赖品鱼还没有要选立委 所以那个时候跟赖品鱼 他进去的时候赖品鱼还没选上 对对对 没有那时他也还没从政 他是在那个谁啊 林长佐的办公室当助理的 那个时候 那我觉得赖敬林 他后来他在赖品鱼 因为现在讲他有19家 绿能公司的董事长职务 他一共有20家董事长职务 其中一家是他自己成立的 那个叫什么何东一有限公司 那他自己家里 但是他真正的家族企业 另外19家包括云豹能源 总共19家都是云豹集团 那个地址都在姬胡路 1号4楼跟6楼 那这些公司 都是云豹集团里面的 相关联的这些分公司子公司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 这没有什么违法不违法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公司他们在经营的策略 那比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云豹集团是桥外资 真的啊 是桥外资啊 登记是桥外资啊 真的好多元发展 对云豹的 其实为什么说穿了又是结税 又是税务的问题 我了解就是可能境外 就是那种 对对对 什么小岛啊 没有用一个投资公司转投 就是这种模式 闭税 这是很常见的 这个在台湾的新创公司 几乎都用这个方法 主要是为了闭税 那里面 我那时候查这个 这个政治现金 其实这些都 我讲政治现金 我讲的那政治现金 都是合法的啦 而且呢是公开透明的 都查得到资料的 查得到资料的 政治现金的意思是什么 是这家公司 我不怕你们去查的 告诉你 我就是要捐给他们的 好 因为正常来讲 我们在正常我们都知道 真正很多企业的政治现金 都有所谓案判 很多案判 你根本查也查不到 那个东西 那个就真的就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 公开的有三家 有三家公司 因为他们很多公司 不能捐政治现金的原因 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要获利才能捐 就你这家公司 今年度你没有获利的话 你是不能捐政治现金的 所以呢 过去 有人就提到一家公司 我忘记什么公司 但是他 在那个政治现金 那个资料里面 全部都是捐了 又返还 捐了又返还 因为他就是 那家公司亏损 所以如果你收 那个政治人物 收了他的现金 你要被罚 我有看到那个政治现金 他们都会结算 我有看到有一大业 甚至两大业都是返还 对 有的是拒收 有的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错没错 那政治现金 因为我们的政治现金法 有很多规定 比如说 如果是个人 比如说你是自然人 你捐给单一候选人 是有十万块的上限 那如果是企业捐给 这个候选人 给单一候选人 最高上限是一百万 一百万 所以你分很多家公司 可是呢 可是呢 如果你是一整年 一家企业 你好像是好像三百万吧 就是你最高 你有一个总额 你可以捐个一个人一百万 但是如果今天总额 你可以最多可以捐到 都有限制 政治现金法 都有相关的限制 所以这种公开的政治现金 不会是真正政治现金的流向 我们都知道案盘才是主力 可是呢 云豹能源 金城能源 跟云电能源 这三家云豹集团里面的 总共公开的资料 就是五百九十五万元 我讲的是赖敬林 重点是这是赖敬林 当董事长 期间捐的政治现金 这五百九十五万 捐给民进党的 占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八分 等于就八成 四成五如就是八成 是捐给民进党 四百七十五万 五百九十五万里面 四百七十五万 捐给民进党的党中央 或是他的这个候选人 民众党三十万 五党集九十万 那里面最大一笔就是 给民进党自家人的 给那个赖瑞隆一百万的 这个之前都有人去 那赖敬林还没有接 金城能源那家公司的 之前也有一百一十万 所以很多人是讲说 是七百多还是八百万左右 因为还有人把赖敬林 个人的政治签计都算进去 可是因为我觉得 这是他们企业捐 企业捐跟他个人捐不一样 那赖敬林他个人捐 捐谁你知道吗 除了捐给民进党中央 他捐了那个赖品瑜 捐了那个吴征 吴征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 他有捐 你看那个叫做 无缘的兼职 就是女儿的前男友 然后呢 反正他就是也 赖敬林他基本上就是 也捐了基本上都是民进党的 都是清绿营的 好 那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 这家公司 他没有在意 因为这些都是公开资料 他就是要告诉你 我就是支持民进党 这个他的金额多少是一回事 但是他的比重都偏重在给民进党 就表示我就是公开表态支持民进党 民进党非常清楚 国民党以前党产是怎么垮的 所以民进党上台之后成立党产会啊什么 就是要把你国民党的党场一个一个查封 一个弄掉嘛 可是我不可能用自己变成是搞党 搞党产嘛 那要搞什么呢 把国家的资源来培育我们的人 今天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黄成国是虎航的十大股东里面排第十名 黄成国 他是排第十名 那虎航的董事长 刚好是小英之友会董事的儿子 而他为什么可以变成虎航董事长 因为他2016年在政党轮替之后 2016年的7月 何暖轩上去当华航董事长之后 他就被派任 被航发会派任为华航董事 他过去没有航空相关的经历 你今天怎么这么讲的那么温馨 其实就是靠山 我们在讲事实 赖敬林他不是全貌 对啊对啊 那全貌是什么 不用把赖敬林放大成刘泰英 赖敬林没有那么伟大 赖敬林他在政党轮替后 第一个拿到的位置叫神脑国际董事长 那神脑国际董事长是谁可以任命的 中华电信 他是中华电信派去神脑国际 所以是有中华电信这边来决定 那中华电信谁决定 赵风部 就是这样 好我来帮你解构好了 就是说国家 他先拿到一个国家可以给他的位置 我为什么刚刚会把湖航那个 拿来比喻 一模一样 就是先派去华航 让你有这个相关的经验 那个人也跟航空完全航空产业完全没有关系啊 可是过了两年三年 扑一下你就变成华航派任虎航的董事长 我跟你讲我今天有负责光电的他给我解构 这在玩什么 就是说我的模式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假设我在某个县市 这个县市长其实我民进党的 就他合法的给我上百公顷的土地 然后让我发展余电共生 就是说那个都是上百公顷 哇那个不得了 你一定要有从政者 你才能帮我们去圈嘛 要有执政的版图才能这样做 结果那怎么取得 你没有关系你怎么取得 谁打得进去 结果呢 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都安大好谁啊 本来这个稻口的肥肉就差不多 就没想到改朝换代了 国民党的县长上去了 他立刻把他封死了 他把那个地幕上百公顷 他又变更了 他不让你搞这个余电共生了 就他们某种程度摘了跟斗 所以你一定要有 我拿下执政权之后 我在地方我县市首长 这是我们自家人 必须要拿回来 所以我要搞土地 我要发展这个太阳的观点 又打着正当性 就是这很好 我们再生能源 我们开发再生能源 我们比例20% 马英九时代只有几% 我们现在发展的几% 我们是为了要干净的能源 然后我们能源配合 2025非一核家 就这样来的 所以就是说 他们这样 这是我讲其中一家 那为什么那么多家 因为我分散各省市的 对 它有不同的标案啊 不是 还有不同的能源方案 对 风电的 风电的 光电的 对 除能的 然后呢 做营造工程的 对 他都有分工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一比一比的 或一家公司一家公司 他都搞不好都 为什么要用成一个集团式的 他们一定有他经营的逻辑 那通常是所谓的账目上的 就是在这种所谓的税务啊 或什么 所以他可以变成说 亏损都基本上集中在哪几家 因为那几家 他一套模式 他同样套用嘛 我可以标这个工程 我可以去标那个工程嘛 就他需要分散 要分散 所以我觉得今天賴靖玲前立委 他也做过立委的 如果是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请女儿出来 自己出来讲 对 这是刚刚杨明我们刚公训 好汉做事好汉当 冷靖